康智会核下一间院舍 8月有男职员怀疑侵犯两个中度智商学员 室处相隔两个几月公布事件 有立法会议员质疑是否全有漏步 并且敦促政府检视所有院舍的监管机制 消息说涉事的是位于大埔广福村的 康智从领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广福宿舍 朝早关上窗帘 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也未见到有人出入 任内探访需要先预约 而隔离的康智工厂如常运作 我们是工厂来的 不好意思不太清楚 社署和康智会星期三挨抛公布事件 说康智会核下单位 8月接获加准查询 回看闭路电视之后 发现两个学员怀疑曾经被伤害 涉案的人是他们的员工 院舍随即报警和通报社署 政府就说院舍呈交特别事故报告 说怀疑有男职员当值期间侵犯两个学员 葵聪司刑残疾院舍康乔之家 前院长张建华 2014年曾经被控同一个女院有非法性交 最终因为事主无法作公而撤控 事件引发社会对院舍监管的关注 立法会议员林素慧说 今次是在政府资助院舍发生 更加不可以接受 社署监管的院舍底下 竟然有这些管理人员 对于我们最弱势的社群伸出魔爪 是无法接受康智会作为 智障人士服务的桥楚 因为他们做很多智障人士服务 为何会容许核下的机构 一个单位会这样呢 究竟其他同事去了哪里呢 他们的管理问题 我相信不是一朝一夕的 中间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会不会有人留步疏忽点点呢 他又说这类院舍是由家属寺院 安排有需要的人入住 安心事件打击照顾者的信心 政府需要检视相关院舍的监管机制 母亲的记者 赤卷文汇到